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 欢迎收看星期二 早上天气报告 我是陈兆韦 首先提醒大家 强烈季后风讯号 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讯号 都是生效 我们现在受着干燥的 东北季后风影响 今早大部份地区 都是吹着偏北风 在离岸和高的地方 风力都是强风程度 大家要去户外活动玩 都要留意的天气情况 而今早大部份地区 低温都是介乎15至18度 我们在上水为例 看到受着东北季后风的影响 今早气温都是明显下降 我们再来看看卫星云图 看到在南海中部 有一个热大的气旋是洛坦 预计洛坦会在未来一两天 都是向西移 还过南海中部 我们再近身点看看元朗地区 香港在这个位置 我们元朗地区今天云量不算多 预计日间会见点阳光 仔细看天气的预测 预计今天会大致天晴 天气干燥 日间最高气温会是约20度 而要留意受着东北季后风影响 天气会明显转凉 今晚预计气温会下降至15度左右 吹清净至强风程度的偏北风 明天就开始第一天上班上学 天气又是怎样呢 一起看看天气的预测图 香港这个位置 预计我们未来的一两天 仍然会受着强烈的东北国有风影响 天气也是凉的 到周末期间开始 我们这个东北国有风才慢慢缓和 一起看看这个温度的预测 预计受着东北国有风影响 我们明天早上天气寒冷 最低的气温是约12度 我们随后一两天 仍然天气相当清凉 到周末期间 东北国有风慢慢缓和 气温开始回升 今节的天气就说到这里 再见